父亲和月光 每当春耕的季节来到 村子里的人都希望会有一头强重的耕牛 因为凭人力要想翻开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泥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家里没牛的人只能出去租借 大哥,真是对不起了 我家的牛已经租给三户人家了 再租就负担重了 那好吧,我再想办法吧 这下该怎么办呢 怎么样,没有借到耕牛吗 是的,阿银家的牛不借了 那这下该怎么办呢 要是靠人工来耕地的话 实在太费力,太困难了 唉,我再想想办法吧 爸爸,妈妈 我们家自己买一头牛不就可以了吗 小韩,你知道一头牛多贵吗 我们家哪里有能力买得起啊 是啊,我们真应该买一头牛了 几天后,父亲便买回来了一头漂亮的母牛 父亲的举动让村子里的人都惊讶万分 只有母亲忧心忡忡 你今天看到了没有 小韩的父亲买回来了一头牛 我看到了 那真是一头不错的母牛 什么时候我家也能买一头属于自己的牛啊 爸爸,这头母牛真是太漂亮了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 好啊 它的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我们就叫它月光吧 月光 好吧 那就叫它月光 老公 你哪来这么多钱来买这头牛啊 莫非 莫非这是你偷来的 哼 你看我像偷牛贼嘛 尽管父亲信誓旦旦 可是小韩和母亲还是放心不下 父亲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买下月光的呢 父亲一直坚口不严 这就成了小韩和母亲心中的一个谜团 忙碌的春更开始了 小韩和母亲暂且将这事放了下来 我们有了自己的牛 就再也不用求别人了 今天我带着它一起耕地去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这头牛有多棒 这头牛岁数不大 正是调皮任性的年纪 我猜它搞不好会不听你话呢 我有这个 它敢不听话 昨天我还对阿姨说 我们家的这头牛比它家的大黄强多了 今天我就要让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看看 我们家的月光是村子里最好的牛 你们看 小韩父亲和那头母牛在田地里 你知道吗 这头牛的名字叫月光 给一头牛取名叫月光 真是奇特啊 管它叫什么名字 只要能耕田就行了 我看这头牛根本就不会耕田 你们不信就等着瞧吧 一会儿月光干起活来 我看你还能说什么 它可比你家的大黄优秀多了 来月光 把头低下 我给你套上梨花 乖 低头 我就说嘛 这头牛根本就是中看不中用 你们看 它连头都不会低 你这头可恶的牛 竟然让我当众出丑 你这个家伙快给我低头 父亲想用这样的方式 迫使月光就范 折腾一番过后 父亲最终还是失败了 他累得气喘吁吁 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一下 可就在这时候 月光突然昂首挺胸的 大步朝前走去 停下来 你给我停下来 你这个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 回来 快回来 哈哈 你们看啊 这头牛根本就不听他的话 你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了 别走了 快回来 你们看啊 牛长得漂亮又有什么用 这种不服管教的牛 哪里能跟田 也就只能养着观赏 我看啊 我看啊 这就是一头观赏牛 哈哈 你这个家伙 看来不教训你一顿不可 不要打了 不要打他了 这头牛实在太不听话了 不教训一下 怎么行呢 月光他还是一个孩子呢 一个孩子任性 难道不能被原谅吗 母亲伸手抚摸着月光 然后在他耳边低声说着什么 母亲像安慰自己受惊吓的孩子一样 低声开导着他 月光竟然懂事了 他不再使性子 并主动低下头套上梨华 刚起地来 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样 阿尹 你看到没有 月光比你家大黄有力气吧 这头牛真是不错啊 他干起活来可真快啊 大哥 你把月光租给我吧 我家的地也需要耕一下 我也想租用一下你的月光 行吗 没问题 月光可不像大黄那样 耕几家地就没力气了 我家月光可是很有本事的呢 哼 父亲嘴上虽然这样说 但他却舍不得让月光干太多的活 而且平时对他也格外照顾 月光也变得越来越听父亲的话了 月光 来 多吃一点 这些草是我刚割的 又鲜又嫩 你是刘天心吧 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我想 他们是想来找我了解一些情况 没错 我们这次来 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最近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有进山林呢 是的 山林里 那捕捉云豹的陷阱 是你铺设的吧 是的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 我就都交代了 那个陷阱是有人出钱 让我去布置的 这么就对了 刘天心 你可知道云豹是国家保护动物 虽然你没有参与云豹的捕杀 但是铺设陷阱 但是铺设陷阱也是违法的 按照规定 去对你居留十五天 或者处以五千块的罚款 啊 老公 你为了买牛 竟然去帮忙铺设陷阱 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们也看到了 我家根本拿不出五千块 你们还是带我走吧 老公 我们把月光卖掉 不就有钱了 那怎么行 以后我们家还得靠他呢 你不要说了 用拘留十五天换来月光 值了 为了保住月光 父亲被拘留了十五天 不过他丝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在他心里 月光已经成了家里 不可缺少的一员了 快要过年了 可是家里还没准备年货呢 老公 这下该如何处理呢 明天我带着月光去采石场 干几天活赚点钱买年货吧 天气那么冷 而且采石场的活又很繁重 我看还是不要去了 没事的 我们就只干几天 挣点年货钱就不干了 没事的 爸爸你和月光可要小心点 小韩 你放心好了 没事的 等爸爸挣了钱给你买糖吃 月光 马上要过年了 你跟我去采石场打工 赚点年货钱好吗 就这样 父亲带着月光 来到了采石场 加入到了搬运石头的队伍里 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 天冷路滑 更是艰辛 月光拉着牛车 车上装了满满的石头 父亲牵着月光前行着 虽然天空中飘着小雪花 但月光却是满身大汗 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气 月光 真是对不起你 让你在这么冷的天 出来干这么繁重的活 月光 路很滑 身旁就是悬崖 你一定要小心哪 月光 小心哪 来 月光 休息一下 再站起来 路面实在是太滑了 月光挣扎了几次 都没有站起来 父亲紧拉绳子 想帮他站起来 月光 加油 站起来 绳子被绷得紧紧的 月光挣扎着 想借着这股径站起来 突然 绳子中有一段被磨损得 非常厉害 啪 一下子临时断裂 父亲一个踉跄 朝路边悬崖倒去 月光惊恐地 快速向前一窜 一口咬住了 那根绳子的另一头 父亲紧抓绳子的那头 悬在悬崖上 父亲低头往下看 底下是深不见底的 万丈深渊 哎呀 不好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谢谢你月光 谢谢你救了我 很多人认为 牛马这样的牲口 只是人类的工具 然而很多事例告诉大家 他们其实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会和我们建立起深厚感情的 有学习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